好 晚間10點鐘我們要繼續關注的是 杜蘇瑞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首先要來跟現場主播宥萱請教的是 目前杜蘇瑞的位置 是不是來到一個距離台灣最近的地方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脫離他的暴風圈危險呢 宥萱 好 確實現在杜蘇瑞是最靠近台灣的時候 我們持續來關注他現在的整個路徑 他是已經進入到了巴士海峽 而且速度是相對白天來說是有加快一些的 現在是以每小時24轉29公里持續 朝著北北溪的方向來前進 預估會是在明天上午11點鐘的時候 就會來到大陸的沿海附近了 不過在這段期間會經過了澎湖還有金門 所以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這兩個地方將會是風雨最明顯的時候 不過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特別在台南還有高雄陸陸續續就有出現一些雨勢了 不過我們先來關心到今天 其實還是主要以花東地區亮起了 像這樣子紅色還有紫暴等級的降雨 而且我們看到呢 目前全台灣今天的整個累積雨量 在屏東的西大武山已經累積了803毫米 再來第二名則是台東的金針山 也有505毫米 我們縱觀前十名呢 主要都是集中在花蓮還有台東地區哦 所以在明天的時候 這兩個地方還是要特別留意降雨的情況 不過今天特別要注意的就是在 高雄還有台南的地方了 今天很多人覺得說白天好像沒什麼風雨 不過其實呢 由於它的速度在白天的時候 是比較放慢一些的 但是到了晚間開始 尤其整個嘉義以南的地區呢 都要特別留意 風雨會逐漸的出現了 在今天晚上呢 除了我們剛剛所說到的花東地區 還有整個河川半島以外呢 在西南部地區包含像是高雄還有台南 甚至是在澎湖還有金門 一路要嚴防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甚至是在白天的時候 都還是會有一些較大雨勢出現了 而且尤其是在金門的時候 明天呢 將會是降雨最關鍵的時間點 由於呢 我們剛剛說到 它是持續往著北北溪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會是最靠近金門的時候 那至於台灣本島呢 什麼時候雨是會比較停歇一點 恐怕要等到明天的下午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到 降雨是逐漸的趨緩 尤其呢 像是東半部地區 總算在明天開始呢 降雨是會逐漸的減緩了 但是呢 特別就要留意在明天白天外出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好 又先剛剛針對雨勢部分 幫我們帶來詳細解說 不過另外我們要來問的是 其實這一次風勢部分也很強勁 所以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另外是不是又有新的颱風要形成了 有沒有一些最新的路徑的分析呢 好 那麼其實我們還要特別關注到 在正風的部分 其實呢今天晚上開始在 我們剛說到的台南 還有高雄沿海地區 另外還有在北部地區呢 他特別就要留意 可能會有來到9到10級的強陣風 北部地區主要是受到的地形影響 不過呢在西南部的沿海地區 甚至在澎湖還有金門 明天一定要特別嚴防 在清晨的時候 可能沿海千萬不要前往喔 尤其呢特別是在金門還有澎湖 可能是有來到12到14級的這個強陣風 另外浪高部分也有可能來到了6米以上 所以呢明天的時候 千萬是不要前往海邊 甚至也不要前往關浪 因為呢這個風雨 特別是在澎湖還有金門的時候 明天是會特別要注意到的 不過呢在明天的這個高雄還有台南的地方 如果外出的時候呢 也是要特別注意在上半天的時候 雨勢還是會蠻明顯的 而另外也剛有講到 是有最新的這個準颱風 也就是卡努颱風 預計最快會是在明天的上午白天來生成了 目前呢它還是在這個菲律賓東方海面 仍然是以這個TD07的模式 在這個熱帶性低氣壓持續的在前進當中 但是明天預估它生成颱風之後 目前呢各界的這個預估認為說 它並不會直撲台灣 而是朝著這個北方的海面來走 有可能最後是朝著這個琉球的方向來前進 不過其實颱風的動向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氣象局也會持續的觀察